那當然啊 在這個全台灣的講座啊 非常多小草 就在敲碗 因為我跟你講 你辦講座要辦有用的講座 所以非常多人想要學習 關於這個PG理財術 不管是ATM這個理財術啊 或者是說這個不動產理財術啊等等 我想大家如果去看相關的臉書啊 下面討論的是非常的踴躍 你看如果說你拿十萬 因為我們之前 我們現在不是常常就拿一些那個 玩具鈔嗎 十萬塊吉他 那個Grace我支持你啊 你說拿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塊 這是什麼理念啊 很麻煩 就是你給我一點 我給你一點 然後你找我一塊 不好意思 我只捐你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喔 一塊我不想給你啦 不是我覺得 你要帶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塊 過去比帶十萬麻煩你知道嗎 而且十萬塊 如果我十萬我只要捐你九 我不會送喔 我不捐你十萬 我要只捐九萬九百九十九 我要叫你找我一塊 對啊 這個我 甚至說你還在那邊數銅板 你這樣多難看啊 我只願意 因為十萬塊以下就可以匿名 對 對 所以 喔 國政班 可是這一次好像阿伯不會出席 很多人敲碗說希望陳佩琪可以去 我認為喔 現在大家都看到這個陳佩琪夫人啊 他不只是從記者會就跟小草去做這個溫馨喊話 還道歉 然後呢 這個更在這個所謂中秋節的這個這段日子啊 還去到這個所謂這個安慰一下那個叫北檢 北檢前面啊 這個暴暴小草啊 安慰小草 謝謝小草這樣子喔 那我相信啊 現在這個夫人啊 絕對也是這個柯文哲主席啊 很好的被外主席人選 那另外啊 當然有分工啊 還有這個黃國昌的部分 黃國昌最重要的責任啊 當然就是辦這個全台灣的講座 那當然啊 這個全台灣的講座啊 非常多小草啊 就在敲碗 因為喔跟你講你辦講座要辦有用的講座 所以非常多人想要學習關於這個PG理財術 不管是ATM這個理財術啊 或者是說這個不動產理財術啊等等喔 我想大家如果去看相關的臉書啊 下面討論的是非常的踴躍 這一次又要繳錢啊 你要先優先報名繳錢才可以去產家 你怎麼看又在練財了嗎 哇喔就是喔 我是覺得喔 柯文哲明明就有說嘛 他的這個政黨補助款啊 大部分啊也要這個三分之一 是捐出來 來培育齁 所謂年輕人的部分 所以我就好奇啊 為什麼國政班需要收費齁 那是不是民眾黨明明就有 這個所謂的補助款 那為什麼這麼吝嗇的對待小草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民眾黨需要去檢討的部分 謝謝 謝謝你 有件事我是看不懂 明明姐我問你喔 整個柯文哲的案子第一個啟動的案子 是哪一個案子 檢聯第一個調查的 檢聯第一個調查 你說金華城啊 不是就整托柯文哲 整托柯文哲喔 第一個 政治獻金 政治獻金 對對對 就是那個尼奧什勒 第一個被傳的是誰 第一個 李文綜 端木正 李文娟跟端木正助理對不對 對對對 其實我們計畫成講很久喔 是講計 我們計畫成從去年就開始講喔 講... 講到今年還在講喔 對 只是講講忽然開花了 對不對 怪死忽然爆了一個木殼 我們是因為那時候沒東西講 才隨便聊聊木殼對不對 對 幻想 遼美等於說你幻想嘛 幻想 然後遼美兩天 奇怪 忽然檢掉分案了 對 那一翻就那個黑金主調查 嚇一跳 有這麼嚴重嗎 政治獻金 報錯 罰錢而已嘛 對啊 怎麼忽然就進黑金主 然後... 忽然就傳人囉 有沒有 柯文哲還沒傳 陳佩琦還沒傳 沈慶晶還沒傳 沒錯 印小偉還沒傳 就先傳李文綜 李文綜 端木正跟端木正助理 對... 就現在全部都在一起 對... 原來他撿連酬 一開始就知道 就鎖定金了 他就懷疑 他就鎖定 柯文哲的 現金捐款的比數真的很高 確實 所以明依姐 你手上也有這個現金捐款的表格 你看了 你也覺得很不尋常啊 我跟你講 我後來還發現啊 你看他柯文哲 他不是93... 粉紅色是現金捐款 對 現金捐款 黃色是匯款 而且你知道嗎 他這個6.3%是匯款 他匯款裡面呢 結果你知道還有一個更好笑的 他匯款裡面有20筆啊 是一元的匯款 一塊錢 一塊錢我匯給 你看他的那個匯款比例已經這麼少了 然後還有20筆是一元匯款 對 6.3% 還有20筆是一元匯款 你知道一元匯款要幾元的手續費嗎 30塊 30塊還是15塊 30塊 整個都不一樣 你在提款期15塊 提款期7塊 貴台 像我是某銀行的VIP客戶的話 就是一個月25天免手續費 25次免手續費 這很誇張啊 這什麼搞頭啊 我會議員給你 結果我的手續費還要至少15 至少30塊 等於運費比本台的東西還貴 這是會爽的嗎 對啊 那這個有必要是這樣嗎 而且他匯款比例已經這麼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你看 如果說你拿10萬 因為我們之前 我們現在不是常常就拿一些玩具鈔嗎 10萬塊 一台 那個Grace我支持你 你說拿99999塊 這是什麼理念 很麻煩 所以你給我一點 我給你一點 然後你找我一塊 不好意思我只捐你99999 一塊我不想給你 不是我給你 你要帶99999塊 過去比帶10萬麻煩 你知道嗎 而且10萬塊 如果我10萬我只要捐你9 我不會送 我不捐你10萬 我要只捐99999 我要叫你找我一塊 對啊 這個我甚至說 你還在那邊數銅板 這樣多難看啊 我只願意捐你 因為10萬塊以下就可以匿名 對 所以是這樣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因為10萬塊以上要實名字 對 所以因為這些東西 我們都已經之前這個討論 大家覺得太不合理 民眾黨給我們的解釋說 他勾錯了 對 可是問題是勾錯 他現在也沒有去講 講說到底現在實際的狀況是怎麼樣 對 我只能說啦 對於這種個人比例捐款太高的 現金cash現金捐款太高的 民眾黨現在沒有任何的回應 對 那我們今天還是要講說 因為他還是可以講說 那我政治現金捐款啊 怎麼樣啊 你就是 可是如果你今天簽到了金華城 就整個是不一樣了 對 因為剛剛講到金華城的部分嘛 現在就是說你看 短短三個月 尤其靠近選舉 你已經高達了 你的現金捐款已經高達了 一億九千五百多萬耶 等於選前有人頒兩億現金 對 而且這兩億現金 是來無影去無中的兩億現金 而且是匿名 有的是匿名的 而且周天還有可能是通過MOOC 等一下MOOC Grace會來講 好 這很奇怪 對所以我們之前都沒有想到 把金華城的金流 因為在檢方大家講嘛 檢方現在是差金流嘛 那今天兩個消息出來嘛 一個是跟你講說 USB裡面可能是有重大的進展 沒錯那些小草到現在還在死撐 對 說沒有那個USB 對 說檢察官查完泄密愛後說 很多報導與真實不符 我跟你講哪個報導與真實不符 我不知道 我跟你講USB百分之百個真實相符 確實 絕對有審訊金斜線1500萬 對啊 所以你看喔 如果說今天的這個金流 然後再加上說這個匿名捐款的部分 那為什麼要搞匿名捐款 而且他匿名捐款的比例真的太高了 高到說他有28000多比 你相較於其他的 捐給侯友宜的 捐給賴清德這個匿名捐款 我是想說你要捐給柯文哲 是這麼的見不得人嗎 這麼更小嗎 對啊為什麼 今天小草會覺得說 我捐給你是見不得人嗎 對 所以我認為說所有的Mega 跟金華城你要牽在一起 包括這麼大的金流 又這麼多的匿名捐款 還有這麼多的不合理的現金比例 我覺得就是說這個檢方今天 今天週刊釋出來的訊息 是給我們一個很大的關鍵的突破點 對 然後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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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